Hello大家好,我是凯奇,欢迎来到2021年男子世界冠军对抗赛的特别节目 那么在本周五,也就是2021年的11月26号 那么万众瞩目的男子世界冠军对抗赛终于开始了 那么交战的双方由卫冕冠军卡尔森 以及世界冠军挑战者聂波姆尼亚奇在他们两个之间展开 那么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中东的一个城市叫做迪拜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 那么这次比赛的总奖金达到了200万欧元 胜者会带走总奖金的60% 那么即使是输掉了这次比赛 那么也会拿到这次200万欧元的40% 可以说奖金也是比较丰厚的一次比赛了 那么卡尔森和聂波姆尼亚奇将在接下来的三周 进行14轮奇的14盘奇的对抗赛 那么这两个人要互相看着对方 要一起共度三周的时光了 那么究竟录死谁手 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预测 打到屏幕下方的留言板上 那么这次比赛可以说应该是疫情之后 那么非常重要的一次比赛了 那么第一轮已经下完了 那么双方是激战成和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那么白棋是聂波姆尼亚奇 俄罗斯的挑战者 黑棋是未免冠军卡尔森挪威棋手 白棋第一步走了冰到一四 卡尔森选择了冰到一五 那么作为世界冠军 卡尔森已经之前赢得了四次 那么世界冠军对抗赛了 那么两次是对阵印度骑王阿南德 那么他跟阿南德的两次比赛 都是选择了一丝一五的下法 那么一次是对战另外一位俄罗斯骑手 卡尔亚金 那么他跟卡尔亚金直黑棋 也是选择了一丝一五的下法 那么还有一次是跟美国的骑手卡罗阿娜 在那一次的世界冠军对抗赛 也就是18年的比赛当中 他的卡尔森的主要武器是西西里 防御当中的阿根廷便利 那么这一次对阵涅波 他又回到了一丝一五的 这样的一个开局的下法 那么马到F3马到C6 那么涅波姆亚金选择了西班牙开局 那么对局当中的卡尔森选择了A6 前面提到过的两次的 卡尔森和阿南德的对抗赛当中 卡尔森基本上都是走马F6的 形成柏林开局 非常坚固的一个下法 那么在这样的一次对抗赛当中 卡尔森选择了A6 形成了西班牙开局的主变 那么向A4马F6 短一位向E7 都是正常的走法 白棋在这车E1 黑棋B5 白棋向B3 黑棋短一位 那么短一位之后 实际上卡尔森就向 涅波姆亚金发出了 一个开局的邀请 什么开局邀请呢 就是马歇尔骑兵 Marshall Gambit 那么马歇尔骑兵 是由美国的棋手 在1910年代 那么最先的引入到实战当中 那么当时他为了和另外当时的世界冠军 古巴西手卡帕布兰卡的对抗赛 他研制出了这样的一个弃兵的走法 那么思路就是C3之后 快速的直接第五挺兵 然后弃掉自己的义武 形成这个弃兵 然后反击的局面 那么虽然当时 这个马歇尔是输掉了那盘对局 但是这个开局从此以后就流行开来了 那么直到今天 也依然是世界各大高手 这个布局武器当中的一个 非常常规的一个开局 那么甚至在1993年 卡斯帕罗夫还是世界奇王的时候 那么他让他的一个助手 那么也是另外一位俄罗斯的特级大师 盖利尔去给白旗寻找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优势的方案 但是盖利尔花了很长时间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对方形成马歇尔开局的话 白旗没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获得任何的优势 那么时间已经过了30多年了 快30年了 那么实际上直到今天 由超级电脑的加持 那么白旗依然很难突破马歇尔开局的铜墙铁壁 那么可以说马歇尔开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开局 那么马歇尔开局也是西班牙开局当中为数不多的黑旗主动弃兵 然后获取主动权的一个下法 那么在黑旗短一位之后 白旗如果走C3就会变成马歇尔弃兵 那么但是涅波姆尼亚琴在这的时候避免了主变 走了兵到H3 那么想要避免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马歇尔的走法 那么现在的话如果再走第五就没那么好了 因为第五异地马吃第五 马吃一五马吃一五车吃一五的话 那么白旗的兵由于没在C3 比如说你要是C6守住马的话 那么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将来可以直接马C3跳上去 那么直接就去挑战对方的这个第五马 而不是兵在C3的话你的马就跳不上去了 好 那么所以在这的时候H3黑旗往往都不会走第五 那么黑旗在这有两种主要的变化 分别是兵到第六 那么在C3之后变成标准的西班牙开局 那么或者黑旗在这的时候也可以走向到B旗 那么先上向 然后先不确定自己的兵 那么在向B旗走完之后 白旗在这的时候要注意 要走D3 那么限制住对方B旗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你要是走C3的话 将会面临着黑旗更好的一个走法 那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下这个马歇尔骑兵 然后我的对手走了H3 我走了向B旗之后 他又来个C3 然后我还是走了D5 那么转成了类似于马歇尔的开局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黑旗的进攻甚至更厉害 因为在马F4之后我们会看到黑旗马上斜线和这个F4马将会非常的厉害 所以向B旗走完之后呢 白旗一般都会走D3 但是呢 卡尔森在这盘对局当中啊 没有走常规的向B旗 也没有走常规的D6 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 他走了马到A5 那么直接弃掉E5兵 想要换掉对方的B3向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左侧是双方的这个用时 那可以看到这次比赛呢 一上来是每方两个小时 40步之后还要再加时间 那么卡尔森呢 仅仅用了三分多钟 那么就走了这个马A5 明显的是有备而来 弃掉E5兵 那么涅波姆尼亚齐呢 在这的时候 马吃E5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兵 对局马吃B3 AB向道B7打E4 白旗呢 冲兵D3 保护住自己的E4兵 黑旗呢 D5 那么 白旗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异地吃掉 黑旗后吃D5 那么白旗呢 在这的时候 上后到F3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黑旗弃掉了一个兵 但是呢 获得了双向的优势 并且呢 马上就可以换后了 那么白旗在这的时候呢 是这个 小欧跟黑旗换后的 因为呢 如果全都换掉的话 你再吃掉的话 那么我可以GF 但是更好的呢 是车吃一期 形成一个白旗多兵的残局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旗没有任何的补偿 所以在这的时候呢 在后F3之后 卡尔森呢 走了向到D6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涅波姆尼亚旗呢 走了一步 很奇怪的一个走法 那么我相信也是他的这个布局准备 在这的时候 他走了王道F1 这步招法呢 看上去是非常奇怪的 但是呢 我经过搜索我的数据库啊 那么之前呢 有两盘旗啊 都下过这个王F1的走法啊 那么两盘是这个通信赛啊 那么白旗呢 都走了王F1 王F1的思路呢 是这个保护住自己的一一车 并且呢 在某些变化当中啊 不会被对方后卫车尔将军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局面当中 要是白旗正常出子啊 走马道C3的话啊 那么就很不好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会给黑旗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战术的机会啊 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试着想一想 黑旗在这应该走什么 那么黑旗呢 后吃一五好旗 如果车吃一五的话 像F3 那么白旗直接又丢子了 那么白旗在这后吃B7啊 但是黑旗在这的时候 直接一步旗后一一 就吃掉车了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旗的这部王F1 实际上是保护着 自己的一一车的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黑旗要是后吃一五 白旗呢 就可以后吃B7 那么首先 王保护住了一一车 这个后呢 就不能吃了 那有同学可能会说 后H2是不是钻进去很厉害 但是白旗呢 后F3再把后拉回来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旗看上去攻王很凶 但是呢 白旗的局面非常坚固啊 那么比如说你车一八 我简单向一三 我的王呢 可以逃到一二去 在马C3之后呢 黑旗并不能够突破 白旗的防守 而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会有一个多冰的优势了 所以呢 王F1啊 在这的时候 也是一个 相信是聂波的这个家庭准备啊 那么在对局当中 黑旗在这的时候呢 卡尔森走了车FB8啊 那么车FB8这步棋呢 也是这个 呃 有人走过的啊 也是这个 前面我们提到过的 两盘的通信赛 那么在对局当中 黑旗呢 都是走了车F8 思路呢 就是保护住自己的B7 下步呢 准备后吃E5 如果这个时候 你走马C3的话 那么又走后E5了 因为你后B7 不能再吃了 后B7的话 我的车已经保护住了 那么后E1 王E1 车B7之后 黑旗就多走了 所以呢 车FB8 也是一个家庭准备啊 所以王F1 车FB8 这两步棋呢 看上去都很奇怪啊 都不是第一眼 就能够看到的这个招法 所以呢 呃 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啊 看到这个双方花的时间都不多啊 大概五六分钟 那么都走出了这样奇怪的招法 相信的肯定是家庭准备啊 那么在这个赛后的采访当中啊 那么 这个有记者就提问啊 就问这个聂波姆尼亚奇 说你的这个布局准备啊 到什么时候 这个黑旗的车FB8 你有没有准备啊 对你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呃 开局的surprise吗 对你来说是一个开局的一个惊喜吗 然后聂波的回答是 呃 实际上呢 对这个开局其实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 但是呢 呃 他和他的团队准备过这个呃下法啊 他们车FB8的这个招法呢 也已经准备过了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对抗赛啊 我们看到好像是两个棋手之间互相的较量 但其实呢 是两个团队之间的较量啊 那么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这个教练和助手啊 那而且不止一人啊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team啊 那么所以呢呃 这些教练和助手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去这个准备自己的开局啊 那么准备这个把呃准备就是把开局走成是呃自己擅长的局面 然后引离对方所这个擅长的这种局面当中啊 那么比如说啊 那么涅波姆尼亚齐是非常擅长进攻对方王的所以呢 涅波呢 他的团队肯定是想要走一些这个让涅波会有获得主动权的一些开局 那么卡尔森呢是非常擅长这种僵持作战的所以呢 那么相信了卡尔森的团队也会这个对自己的呃 这个开局啊有一些研究和把握啊 顺便说一下啊 那么赛后的时候啊 有这个记者采访问他们说 哎可以这个公布一下你们团队啊 你们的这个助手和教练的这些细节吗 啊 那么这个两个人啊都是含糊其词啊 比如说涅波姆尼亚齐他说啊 我的这个教练和助手跟我在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当中的助手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稍稍有一些变化 但是他也没有提任何的名字 那么卡尔森呢 也是啊 基本上没有提任何的名字啊 除了一个人啊 那么是谁呢 我们马上看照片啊 首先先来看这个涅波啊 涅波的团队啊 这个是赛前的涅波团队的合影啊 你可以看到涅波和他的这个老婆啊 然后呃 穿浅色西装的 在这个屏幕最右侧的呢 是他的这个教练和助手啊 那么也是非常强的一名特级大师啊 那么叫威拉执米尔ポ特金啊 那么是俄罗斯的一个特级大师 那么但是呢 呃这个 他旁边的这个棋手 笑得很开心的啊 这次也是加入他的这个团队阵营的 就是上一届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啊 也就是在这个2016年啊 跟卡尔森下世界冠军对抗赛的这个呃 前乌克兰骑手后来加入到俄罗斯籍的这个 Cerge Kajakin啊 卡尔亚金啊 所以这个卡尔亚金啊 加入到这个呃 涅波的团队相信对涅波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帮助啊 因为 毕竟这个这个卡尔亚金的跟这个卡尔森之前是下过这个对抗赛的啊 那么12盘森的对抗赛 那对于卡尔森的这个了解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 加入到 呃有了这个卡尔亚金的帮助相信对涅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助手呢 就是这些其他的 还有一些这个比较 其他的这个助手啊 那么肯定是不会在这个比赛当中揭露的 因为如果揭露的话 那么对方的团队呢 会通过知道你的这个对手 知道你的这个教练 然后大概就了解到你会准备什么样的开局武器啊 比如说 那么有一些特技大师就是某类开局的专家啊 那如果你要是请这位特技大师进入到你的这个教练阵营的话 那么大概率的话 你就可能会走这个这个助手这个教练 那么擅长的这样的一个开局啊 所以双方的都不会公布自己的这个整整个的这个团队名单啊 那么卡尔森的这个助手啊 那么他或者是教练 他只公布了一个人啊 就是这个丹麦的特技大师啊 Peter Hansen啊 那么一直啊 是这个卡尔森的这个幕后的 幕后的教练啊 是他幕后的助手 我觉得啊 相对于卡尔森来说啊 这个这个Peter啊 丹麦棋手 然后现在转行做教练啊 才是这个国际地球上国际象棋最强的男人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卡尔森一共才赢了四次世界冠军对抗赛 那么这个Peter呢 我印象到他一共赢了七次 当然不是以他作为棋手啊 去作为去这个呃 去参加世界冠军对抗赛 而是作为教练啊 那么我最近刚刚看完了一本书啊 叫做这个呃 阿南德叫什么阿南德档案啊 那么这里面的讲述了阿南德这个三次世界冠军的这个经历啊 那么呃 呃在这本书里面呢也揭露出了他的这个团队和他助手团队是怎么样准备比赛的啊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感觉就是这个助手啊不是人干的活啊 即使是对一个非常这个discipline的一个特级大师来说啊 那么这个助手都是特别特别难当的啊 那么呃 比如说在这这个这本书里面就说说了啊 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 那么这个呃 阿南德的团队啊 有这个当时的这个Peter啊 丹麦特级大师 包括还有另外的三名特级大师 一共四个人啊 组成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啊 那当然一些这个其他生活方面的的另算啊 这四个教练组成了一个团队 这四个教练呢 就是在开赛前一共进行了两次camp啊 那么就是训练营 一次camp大概就持续大概两个月左右啊 那么就专门准备这个呃 开局啊 那么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要需要的开局 以对手可能会形成的一些变化 然后每天就基本上是靠外卖过日子啊 然后天天捧着电脑 然后不断的拆旗互相沟通啊 所以这个到了每一次世界冠军比赛之后啊 这个这个教练基本上都跟掉了一层皮一样啊 所以这个这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一下 但是现在只有英文原著啊 那么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啊 所以呢这个比赛完全 呃 除了两个棋手在比赛当中的发挥之外啊 两个团队 两个教练阵营是怎么样去这个研究啊 开局变化 怎么样把对方引入到这个我们自己准备的这个开局变化当中啊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在车FB8之后呢 双方还都是在这个呃 对局自己的这个开局研究当中 那么在车FB8之后呢 白棋呢 走了后吃第五直接换后 黑棋呢 马吃第五 然后白棋向到第二啊 那么形成一个残局的局面啊 那么呃 对局当中C5获得更多的空间 然后白棋呢 退马到F3 因为马在E5也没有什么作用啊 回来了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是一个相对比较关键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呃 我在看这次比赛的直播的时候 看到这的时候 我觉得卡尔森的这个策略已经成功了啊 因为涅波姆尼亚奇呢 是非常这个喜欢下这种呃 有主动权的局面的 如果他要是有主动权 有主动进攻对方的这种机会的话 比如说有后进攻对方王的话 那么往往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棋手 那么卡尔森呢 是非常擅长 我们说就是磨工的啊 非常擅长 积累一些细小的优势 然后把对方磨倒的啊 那么他是比较喜欢下一种 一些这个目标 不是很清晰的一些局面 就双方比较僵持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一类的残局啊 我觉得是卡尔森比较喜欢下的 而涅波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虽然多一个兵啊 客观上来说 对方有双向 然后白棋多一个兵 那么实际上 应该是一个动态平衡 白棋稍稍好一点的局面 但是呢 我觉得呃 从双方起手的喜好来说啊 这个卡尔森应该是 更喜欢这一类的下法 而涅波呢 应该说对这类下法呢 不是特别的喜欢啊 当然这只是这次比赛的第一盘对局啊 我们之后会看一看 双方会有什么压箱底的招法拿出来啊 那么在马F3之后 前面提到过的这个 我的数据库当中有两盘啊 这样的对局 那么在那两盘对局当中呢 黑棋都是走了马到B4的 跳马 直接威胁C2啊 那么呃 这个威胁C2兵啊 那么如果在向吃之后 然后CB啊 那么形成一个 比较奇怪的一个兵型的结构 但是卡尔森呢 在这次 在这盘对局当中啊 明显是有点回避这样的一个下法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 他可以走马B4 但是他回避了这样的一个下法 然后接下来呢 他还在另外一个局面当中 也可以走成这样的一个兵型 但是他又是回避了 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下啊 所以可能说 卡尔森呢 对这个局面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或者是他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兵型 那么继续来看对局当中 他走了车到D8啊 那么车在B8已经完成了作用了 之前是防守B7 现在没有用了 回到D8 对局当中呢 马C3 然后马B4 威胁C2 白琴的车ECE 黑琴的车AC8 那么黑琴的车呢 走到C8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 那么上 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局面 像我们刚才所说 这个局面 其实双方呢 也都没有什么很清晰的计划和目标啊 更多的是僵持 那么卡尔森在这样 这一类的局面当中呢 应该说更有刃有余 那么下到这的时候 有同学可能会说 马B4车C1 为什么不向F3 直接打掉 然后给对方制造不好的兵型呢 当然你在这个局面当中可以打掉啊 但是你随时都可以打 而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琴的补偿的是双向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过早的就直接换掉的话 那你后面就没有特别多的机会了 所以卡尔森呢 先走车C8 然后保留这个随时交换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随时可以 换你的马 你的马却换不了我的像 所以车C8 对局当中马E2 又来了 准备向到B4 那么卡尔森在这马C6 那么实际上在这的时候啊 这个黑琴啊 比如说我用电脑来分析的话 黑琴有很多种招法可以走 比如说你可以H6 可以向到F8 可以F6 各种各样的走法都可以走 但是卡尔森明显是不喜欢 形成这样的一个叠兵啊 所以呢 他在本次对局当中的第二次啊 避免被对方向B4打掉 那么对局当中呢 白琴走了向E3 涅波在这的时候上了一步向 那么黑琴走了马E7 然后白琴在这的时候又走了向F4 那么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啊 很多棋手都批评说涅波这步向F4 这步棋走完之后就导致了白琴这盘棋啊 就没有什么迎起机会了 卡鲁阿娜啊 那么认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可以考虑走马到G3 阻止对方走马F5啊 那么另外的一名美国棋手啊 桑姆桑克兰啊 认为在这的时候这个可以考虑马E1退马啊 但是无论怎么走的话啊 那么白琴都可以继续的保留更多的棋子在棋盘上 然后保持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 那么在向到F4之后啊 那么卡尔森这个时候决定进入到这个简化局面的这个下法啊 然后吃吃把自己的双向都换掉 然后呢车C6保护住自己的A6兵 那么并且呢车还可以在第六横排活动啊 那现在所形成的局面啊 我在看对局的时候就感觉白琴最多啊 就只能够获得一盘合棋了 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琴的兵型有点太差了啊 那么而且呢 有马在棋盘上 这个马的话啊 是非常喜欢这种对方散兵的啊 比如说这个F5是一个铁点 H4又是一个铁点 而白琴的马呢 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支撑点 所以黑琴在这个局面当中虽然少兵 但是如果说有一方能够赢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黑琴了 对局当中车E1抓马 那么卡尔森呢把马走开 马F5 C3对局当中的马H4来威胁这个F3兵 对局当中车E3 那么卡尔森呢在这的时候走了一步往F8 让自己的王出来 对局当中呢 马G2 那么卡尔森呢马F5 那么当然不会去对马 因为对马的话形成这个车兵残局 那么白琴多一个兵 在这个局面当中还是相对主动 但是如果棋盘上有马的存在的话 那么白琴的马呢明显比较消极 而黑琴的马呢有很多据点 所以马F5踢车 对局当中车E5抓马 那么黑琴呢G6保护住自己的马 那么白琴在这的时候又走了一步不太精确的招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聂波啊 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被动 但是多一个兵的局面当中啊 他吓得就是有点兴奋不起来啊 他就是不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强点啊 不能发挥出自己最强的这个优势 就是他这个进攻对方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他走了马一一啊 那么这步棋呢 明显也是比较消极啊 防守着自己的第三兵 但是实际上呢 王一二应该是更好的 然后准备随时的马到一三去啊 那他走了马一一啊 那在这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好 那么对局当中呢 卡尔森在这的时候啊 就体现出了自己的强大的功力啊 那么他走了马到G7啊 卡尔森下这种局面的话啊 他是非常有激情的 他是非常擅长 把这种小的优势积累到大的优势的啊 那么这步棋呢 当然临场的时候啊 是很难走的啊 那么很难发现的 但是这步棋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招法 那么卡尔森呢 是希望把马通过F5 然后放到E6去 因为以后可以控制住F4格 跳到F4 然后威胁D3和威胁H3 并且呢 马放E6 以后兵放F5 然后把这个E4和G4的格全给控制住 然后把王放到F6去 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 一个布阵啊 那么黑棋的子力呢 位置就都很好 所以马G7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相信啊 这步棋临场的时候是非常难想到的 尤其是这个马在F5看上去很好 所以这个一般骑手们可能不太会愿意去调整 但是卡尔森呢 就对于这个格子啊 非常敏锐啊 卡尔森是非常擅长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什么棋子 放到什么位置上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对局当中走了马到G7 车E4 F5 车E3 你会看到啊 聂波姆尼亚棋在这的时候就有点没有方向啊 马到E6 马到G2 没办法 这个马又得回来 守着F4 对局当中B4啊 那么在B4之后啊 我就明显感觉黑棋现在就要去取胜了啊 要争胜了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呢冲兵 然后随时BCBC 或者是随时车B8 准备BCBC 然后车吃B3啊 那么在这个B线上进行反击 然后白棋在这也不能封住B线 因为你C4的话 这个D4啊 就有问题了 对方随时马到D4 B3兵就危险了 所以在这B4一走的话 那么聂波姆尼亚棋在这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在这的时候啊 这个卡尔森啊 就明显你感觉 你看他那个状态就 就是想要去争胜了啊 那么在这个吉里啊 荷兰的棋手吉里在这的时候 他说他也在看这个直播 他发推特说 这个明显感觉卡尔森觉得自己有棋了 因为卡尔森在这的时候不停的眨眼睛啊 也是很紧张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吉里说 一般卡尔森五秒钟眨一次眼睛啊 但是在这的时候 他好像这个三秒钟眨了五次啊 感觉好像这个 就是相对比较紧张啊 觉得自己有棋了啊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不是这样啊 那么也许这个 呃 吉里是非常善于观察卡尔森的 这个两个人是互联网上的死对头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 在B4走完之后 聂波的局面其实已经非常危险了 但是呢 聂波在这找到了唯一的一个能够让自己的局面 不至于落入下风的一个消法 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试着来想一想 在这样的一个很不利的局面当中 聂波姆尼亚棋应该怎么走呢 那么前面我们说过啊 聂波是非常擅长下这种计划很清晰的局面的 那么在前面计划不清晰的时候呢 他走的就有点失去方向 但是下到这个局面 他必须走得很精准的时候啊 他体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王一二好棋啊 那么思路呢 就是把王走到后翼去 然后弃掉B3兵 对局车B8 王第二弃掉兵 因为在这的时候啊 你继续守这个兵的话 已经没有价值了啊 BCBC车吃王C2啊 对方车B7 那么白棋呢 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多兵的优势 但是呢 让自己的王去 让自己的王呢 去守住了后翼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是很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聂波又找到了一步好棋啊 那么就是要活跃自己的马 那么马放哪最好呢 要放到C4最好 因为C4可以控制很多的格子啊 那么但是现在你不能够直接走马啊 因为你的车挡着了这个自己马的线路 但是如果你现在如果要直接走车的话 对方随时马G5 又会威胁你的F3和H3 所以对局当中呢 走了H4 兵到H4的这样的一个下法 守住G5格 准备抬车 然后马E3马C4啊 这是这个聂波的计划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卡尔森实际上作为黑棋来说 是相对更主动的一方 因为他的兵型更好 虽然他的A6兵也是比较弱啊 但是应该说有一方能赢的话 我是觉得黑棋是有更多机会的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顺便说一下 马D4看上去是一个战术 因为CDCD可以抽车 但是呢 马D4走完之后 白棋可以往第一啊 可以避免对方的这个威胁 下部CD还有吃你的马 所以马D4是一部假先手 暂时没有用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啊 这个卡尔森走了一部王道F7啊 那如果我们非要给世界棋王啊 挑一些这个呃 错误的话 或者是给他这个挑一些毛病的话 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啊 那么就是我我个人认为啊 当然我是一个卡锤啊 我是非常喜欢卡尔森的啊 那么卡尔森的就是对于这个一些小的战术啊 以及王的安全的不是很敏锐 在这的时候呢 有特技大师就指出啊 除了王F7之外啊 可以考虑走A5 当然呢 卡尔森肯定是 可能是啊 不太喜欢这一类的下法 因为A5的话呢 这个兵也并不明显能够制造什么威胁啊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A5啊 就是更像是一个骗招类的下法 因为对方是不能吃的 如果吃掉的话啊 我们在这的时候马D4将会非常厉害 CDCD还是抽车 那如果你要是王D2的话 有马到B3 所以你只能王D1 但是在王D1 车到B1将军 王D2之后车B6 我们会看到 突然啊 这个局面 黑旗就要赢了 因为在这的时候呢 白旗的王是有问题的啊 那么在CDCD之后 你的车还是被抓 而且我还威胁车B2 这个将死你的王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旗就要丢掉自己的E3车了 那么恐怕黑旗就要多子了啊 所以在这的时候 A5啊 应该说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 一个小骗招 但是卡尔森可能会觉得对方 如果不吃我 我这个兵好像暂时也没有用啊 但是多一个争胜的机会 车A6 然后A4 A3 以后冲下来 没准会有一些机会啊 但是卡尔森可能在这个第一盘对局当中 并不想把自己的这个 全部的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运气 都是都使用在第一盘对局当中啊 所以呢 那他走的是比较稳妥的一个下法 王F7 对局当中呢 车到一一啊 退 车 准备马E3 把马放C4 对局当中王F6 马E3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那么卡尔森呢 又走了一步 我觉得 不是特别好的招法啊 那么 也许这是第一盘棋啊 卡尔森呢 在这第一盘棋当中 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啊 那么 整个人感觉还是这个 一些小的对战术啊 还不是特别敏敏感啊 在这的时候呢 他走了一步车第7 想要防守住对方的马第5 但是这步棋走完之后啊 那么 白棋至少不会差了啊 比较好的走法呢 是马到F4 跳这儿 然后守住第5格 那么 这样的话呢 不让对方马跳上去 而且我们的马在这儿 又给对方制造了一个小骗招 比如说对方 如果要是车A4抓马的话 那么 黑棋马上就会有一步好棋了 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看看你能不能够找到 这样的一个小骗招啊 那么黑棋呢 可以车到B2将军 那么在王B2之后 马D3啊 就可以多吃一冰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卡尔森没走马F4 我是觉得很惊讶的啊 也许他是没看到车A4 还是他觉得 马到F4也没有什么作用 尤其是在这个马C4之后 但是这个结论我们不得而知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争胜的话 马F4肯定是会更好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下到这儿啊 这是卡尔森的第40步啊 那么 卡尔森还剩15分钟 在第40步之后 他会再加上额外的30分钟啊 那么在这种这个 世界冠军级别的比赛当中 第40步啊 是非常容易出错的 因为第40步的时候 是你要加额外的第二个实现的啊 所以往往就会有一些 这个棋盘外的考虑啊 就是啊 你这时间马上加上去了 然后哎呀 我这个想要时间先加上啊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 这个心理上的波动 从而导致出错啊 那么车第7这步棋走完之后 就会给了白棋一些机会 那么马C4准备马E5 那么卡尔森又走了车道一棋啊 所以车第7在这的时候 应该就是一个想要合棋的一个 一个下法了 那么卡尔森在这的时候 车一棋 白棋走了马E5踢车 车道第6 马到C4 车道C6 马到E5 车道第6马C4啊 那么聂波在这的时候呢 这个完全不建议啊 赶紧合棋 那么这个双方呢 就最后不便作合了啊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这是整个比赛的第一盘对局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双方的都或多或少 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聂波 那么在一些这个计划性 不是很清晰的局面当中的 走的相对没那么精确 那么卡尔森呢 呃 对于一些小战术啊 可能还不太兴奋啊 当然这只是这个整个比赛的 第一盘对局啊 那么呃 这次比赛一共是14轮棋啊 那么我们会继续的拭目以待 那么这一次比赛和以往的 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 不同的是 以往的世界冠军对抗赛呢 是12盘棋 那么呃 每下两轮休息一天 那么这一次呢 世界冠军对抗赛呢 改成了14轮棋啊 那么先是下三轮 然后休息一天 然后再下两轮休息一天 再下三轮休息一天啊 就是这样不断的三二休息 呃三休息二休息 然后再三轮休息 再二轮休息 这样的话 休息的时间呢 大大减少 对于双方棋手的体力来说呢 要求是更高的 所以呢 这个呃 体力一下降啊 那么连续三周 肯定也会这个 也会有一些这个体力方面的一些问题 看看究竟谁的体力更好 那么在三周当中呢 能够更让自己的这个呃 状态保持最佳的这个状况啊 所以这也是这个呃 棋手们啊 要注意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带来的这个整个比赛的第一轮对局啊 那么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给我点评赞啊 然后如果我们点评赞后面的人很如果很多的话 你很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会每一轮棋都给大家带来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的这个呃 精彩点评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咱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